你俩乖乖在家待着啊 我们现在要出门了 然后把那个空调呢 给他先开一下 现在北京中午的温度 都已经到了30度了 然后怕把他们俩 搁在这太热了 所以开一下空调 我们今天呢出门啊 主要是为了办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看一下 我最近种草的另一款车子啊 这也是今年 应该是去年底刚出的 然后我也是最近才了解到的 那个车叫做领克领九 对 之前其实也好多人 建议我们去看一下 因为它是有混动的 对吧 出来一个混动的 因为它是跟洛尔沃 同一个底盘的嘛 所以就是挺出名的 但是我当时没有留意它 因为它没有混动 但是最近我了解到 它确实有混动 所以呢 我们就想去看一下 然后跟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 看看这款车子 适不适合我吗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这个领克店了 它这个装修还挺好看的 有点保时捷的那种 哦 人家车就跟保时捷 有点像的你知道吗 然后它的那个设计品牌 嗯 这有点像是那个 风格 保时捷的风格 哇 就这个 名酒 好像有那么大的 对 啊 我看看你站在边上 我看看有多大 哈哈 还行好像没想象中那么大啊 你看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就感觉挺饱满的 挺好看的 这个线条 那后备箱已经开着了 我们看一下 这后备箱其实还挺大的 空间挺大的 嗯 但是 这个 这是关吗 你看它自动会关的 哪个 我刚才摁了一下 然后它前排往前走 然后它就 第三排就下去了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第三排没有啥用 你坐上去看一下 屁股坐一下感觉一下 好像你这个头会挡到的 啊 哎呦 哎 不够高感觉啊 但它就是深度比较差 嗯 它这宽度没有那么宽啊 但是深度很深 嗯 可以装很多东西 这个颜色啊 这个质感真的很好 我觉得 真的很好 是吗 嗯 我说好的它应该就不会太差 就整个这种质感 还不错 但我觉得它并没有很大呀 对 它的座位并不是很大呀 还可以吧 就是嗯 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之前的那种啊 带大梁的那种SUV的那种 而且它坐姿也没有那么高 我感觉一下 它能调的 哦 能调的 调也就调到那么高啊 不不不 调了以后感觉高很多 你看 就正常做这么舒服 我是确实觉得 你看啊 它这个 它这个做工还可以 嗯 就是这个稍微小了一点 这个挡发 一点点的 怎么会 你看 这个就感觉跟蔚蓝的那种 类似 有点感觉 那个坐椅子撑的感觉啊 对 它椅子坐得很舒服 是不啊 嗯 有些人说它硬 我觉得还可以 不硬 还行吧 BOSS音响 哈哈 你看它的方向盘 我觉得挺帅的 我来了 看看 哎 其实也还好啦 网上说的那么恐怖 是吗 感觉我都不敢来看了 这个后座能坐人呢 这个后座肯定不行 它这六座吗 六座 六座公七座 我们肯定是要买七座 可以 可以 是吗 还可以 这个空间还可以 并不小 不小 并不是很小 我帮你调好 然后你过来看一下 现在的22款的 汉兰达什么也没那么大 其实也 后面还挺大的呀 对吧 我就不理解 他们说巨小 他们可能就是为了 你看现在就是 其实还有两全的空间啊 哎 我真不觉得它小呀 平衡的 我觉得空间 就是这里有点高 倒是有点挤了 嗯 因为这个是有个传动轴 然后如果我们买PHEV的话呢 它是有那个 呃 那叫什么 电池 电池包 它是装在中间的 所以它就会高一点 你看这坐座位的地方很高 嗯 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嗯 然后它灯亮了以后啊 会很漂亮的 嗯 所以我就说它的做工还是很好 它的这个操作盘啊 操作面板啊 都是挺精致的 这里的话 其实觉得也是 比他们说的要宽敞一点 我觉得够用了 就简单的讲 我是觉得够用 并没有说特别宽敞 但是呢 好歹讲还是够用 其实它的后备箱啊 真的是好深 好深啊 这款车 这个就是PHEV 就是像我们感兴趣的这种粉洞的 但是它呢 是只有80公里 实际好像就60公里 我们在这边看到一辆那个白色顶配的 其实艾米挺喜欢白色的哦 嗯 我们用来肯定是要白色的 对 而且它这个 我就觉得这个位置设计的就特别好看 嗯 就感觉那个葫芦啊 挺 其实也就20寸 但是看起来挺宽的 然后挺大气的 白色的内饰确实挺好看的 对啊 艾米同学说这个我就喜欢了 嗯 咋办 差好多钱 我刚才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才坐那个黑色里面 我就觉得它挺小的 就是那种感觉 颜色有点重啊 嗯 它这个白色确实会舒服很多 别看我们家艾米是小女子 但是她看车买车都想买最大的 恨不得那个什么汉马什么直接上了就行了 对那种感觉舒服 就看起来比较霸气 可以现在开始试驾一下 也有这个也有这个虽然有有这个插电毁吗 但是北京卖的特别少 也就零九卖的好一点 透明底盘 哦 透明的 它这个像素还可以啊 好像对 它是我 因为我还见过其他车 领克的这个像素 心里特别特别清晰的 在这里特别清晰 嗨领克打开天窗 我们可以拨路吧 或者是打航器 它的音响挺好的哦 是吧 这是打火机啊 像个打火机 这都是挺有个性的 个性的哦 你这个试驾一圈感觉怎样啊 这个驾驶感觉还是可以 我就觉得它这个门特别重 它太厚了 就是坐得太厚实了 所以可能会显得吧 两边的空间 质感是挺好的 但是就是觉得空间没有 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而我现在已经呢 回到回到家了 回到房车里了 在这呢 跟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看这个车的一个感受啊 应该说豪华感跟质感什么的 都是挺挺相符的 确实它的品质是不错 包括它的外观 其实我跟艾米也挺喜欢的 特别是那款白色的 而且空间嘛我觉得也并没有说像网上说的那么的小 总的来讲呢 我觉得空间也是够用的 当然它最好如果能够出个大舞座的 对于我来讲可能是更合适的 因为我们平常就两个人出行嘛 但是呢 有一点就是还是有点困扰我的问题 就是啥呀 它的 它的 它这个 它说是混动啊 但是它是混动级别里面 就是入门级别里面 最入门的那个级别 就是它存电的情况下 其实标着说是80公里 但实际上只有60公里左右的这个里程 那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还是不太够用的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我们看车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业务员不是那么的专业感觉 特别是对这款混动的车子 可能他们之前都是卖汽油车子的 所以对这个品类的车子 好像不是特别了解 包括我问他说 这个车子对外的放电是多少千瓦 我在网上了解的是6000千瓦 好像比理想啊 不比那个糖啊 比亚迪糖 他们4000瓦3000瓦的都还要大一点 但是跟当当时跟那个电源确认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这个信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对于这个发电机保持电池 那个电量的这一个问题 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就比方说我们听朋友说 他的比亚迪啊 或者是理想 他们的车子都有这种 如果说电瓶保持的这个一个功能 就是你的电保持在50% 或者是百分 应该是说20%到80%之间都可以可调的 然后假设我们给他射到50% 完了以后呢 他这个电只要低于50% 他的发动机就会自动启动 就包括特别是 特别是在露营的这个过程当中 比方说你车子停在那儿的 当你的电用到低于20% 或者50%这样的状况 他的发电他的发动机就会自动的启动 然后带动发电机就开始发电了 然后那个电瓶里的电就不会用掉了 就是我们的电器直接就使用那个发电机 使用这个电 就这个对外放电的功能 其实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个功能的话 我就不想买这个车子了 因为我买混动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我们在房车旅行的过程当中 可以做到电无忧嘛 对吧 如果他这个功能可以的情况下 但是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 没有给我给我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答复 他不是很清楚就是 当然如果屏幕前 你们要是谁是领克车主的 领克09PHEV车主车主的 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他这个功能到底行不行 如果说可以的话 可以在我们评论区下方留言 然后我们一起沟通一下 所以就是说如果他有这个功能的话 我可能更偏向于领克09 因为这款车子不管从外观 包括内内饰的做工啊 包括他的整个 嗯 风格 我其实更喜欢一点 所以呢 就特别希望他这款车子能够 呃 有这样的功能 有这样的原地发电的功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